哈囉 大家好 我是Berry星大家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挑戰全程用台語講話 是我的第一集 你不能講台語的代言喔 耶 妳確定妳要教台語嗎 嗯嗯嗯 那妳秀幾句來今天 好 妳這給妳講 我今天要台語太廣闊 妳沒有其他句 妳這四季的寶 我拿兩個給妳喔 妳的台語全部都是從八點檔連續去 妳絕來 對 所以這呢 是我的台語好夥伴 妳可以講一些正常一點的台語 好 我想想看 跨XX 就是 會有水準一點 大家好 我是三將 我說台語會比較慢 欸 欸 我剛才講英文 就是風味也沒有比較高級標準 我說台語也沒有那個口套 妳可能想要問我用什麼 教台語 在台灣沒有學台語也沒有方便 為什麼妳要學台語 因為我認為這樣 可以特地了解台灣 可以交很多朋友 而且會聽說台語這樣比較親切 妳可能想要問我用什麼 教台語 但是我真正是有心 認真 喔 我真正很看名在學台語 看台語也會在宿舊 還有 偷偷無皮的人在說台語 我知道台灣有很多 少年人在學台語 但是很多少年人都不會說台語 這樣不行喔 台灣人愛說台語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合台語 我不是專業的 話音 欸 話音嗎 話音嗎 話音 話音是什麼 話音 這是台灣國語 話音 還是什麼 話音嗎 觀眾請教我一下 觀眾朋友妳不想跟我沒有 但是不想看我學 我知道 不要看不起我 因為我很多台灣朋友 都說 我的台語 畢竟太厲害了 所以我問我朋友說 這個單元在叫什麼 他們就說叫 日本人教台語 這樣 但是我不是專業的 所以有這麼好的台灣人 台灣老師 就是Karen 登登 我從小的時候就在那個 學校大學 是我阿嬤大學 所以我一直到高校一年 才會說母語 喔 所以你的母語是台語耶 喔 對 但是不夠小開始到現在 我都說國語 所以我到大學 我到開始又說台語 因為我到台南去 齁 齁 所以妳是我的老師 因為我也不知道 要說台語 因為那個母語啊 就是不用你 你也是忘記的嘛 對不對 齁 我現在有做台語比賽 我覺得觀眾朋友聽我兩個 講台語應該會 應該會去笑 請多包涵 到底是怎麼 你們兩個人都沒有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檔 要讓大家 都對台語喔 興趣 對啊 妳這樣說得沒有標準 完全沒有聽錯 都沒有聽錯 好啦 現在觀眾朋友 跟我做比賽喔 我問你三個台語 好 我也問你三個台語 看向太厲害 我們來看 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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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贏啊 好 我先來 嗯 長頸鹿的台語怎麼講 會嗎會嗎 不會了不會了 等阿嬤的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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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阿嬤坤 不是 阿嬤坤是脖子喔 這我知道 好公佈答案 是吉林路 吉林路 吉林路 對對對 呵呵呵 耶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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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贏了 呃 蝌蚪怎麼講 蛤 蛤什麼啊 欸我不知道欸 這樣是我會像嗎 日文講我打麻將氣 有像嗎 有像嗎 沒有 沒有氣死啦 好 這個我真的完全 完全沒辦法猜欸 青蛙叫什麼 青蛙 好不行了 這個我投降 這 這個 欸那個 真的發音好可愛喔 很期待 小時候阿嬤講的 喔真的喔 欸好不趣喔 這個觀眾大家有聽過嗎 好謝謝來了 鼻子鼻子 那第二題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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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指揮中心 喔你怎麼會 因為我好像有聽過 這個很多人不會 這個很多人不會 重點是那個疫情 是叫北京 這個很多人不會 這個很多人不會 既然你會 好換你 摩托車的台語 歐多拜 什麼 其實 很多人會講歐多拜 但別人家 我們都說 泵埔瓦車 泵埔瓦車有 我真的沒騎過欸 我也是在鄉下才騎過 泵埔瓦車 好有趣喔 喔 好好好 我黑了 泵埔瓦車 好 那再來我的最後一題 那這個 最近大家都會用到的 口罩的台語怎麼講 水翁 喔 水翁嗎 我不知道你的這個正不正確 但是我聽到的好像是水翁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翁水 喔 就是嗚腹嘴巴 喔 所以可是 好像是有道理啦 那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好 請觀眾 幫我們判決了 呵呵 好 麻利 喝水要怎麼講 喝水 不是嗎 對 要講喝茶 喔為什麼 是喔為什麼 喝水的 喝白開水 我們都會講喝茶 喔是嗎 喝水的話是洗手的那個水 喔是這樣子喔 對 欸 真的喔 所以 如果請人家喝茶的話 我們是請人家喝點水 去喝茶 喔 原來是這樣喔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耶 喔 真醜味 像牙 當然是我贏啦 是嗎 是嗎 我忘記了 你覺得 日本人學台語又比較好學嗎 喔好 因為剛剛講台語真的太累了 那個 我已經不行了 我要講國語了 嗯 日本人學台語 我不知道耶 但是 因為像我的日本朋友知道我會講台語 他們都會超級超級怎樣 哇 切子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怎麼會講台語的這種 因為日本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中文跟台語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很多台灣人可能會想說 欸 台語的單字不是很多都是來自日文嗎 像那個 就變成 然後 就變成 這樣子嘛 那 那其實 雖然有很多單字可能是從日文來的 但是 大家想想看 這些單字 嗯 這些單字可能也是少數 而且你講話要構成一個完整的句子的話 那也是沒辦法 對不對 嗯 對 就是你只有單字 但是你要講一串就完整的話也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我覺得對日本人來說學台語是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對 因為我目前我身旁很多日本朋友也有會講中文的 但是我目前認識的原理念沒有日本人是會講台語的 我是覺得很 對日本來說很難啦 只是說可能遇到那些單字會覺得有趣親切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 這個單元呢 之後會出 各種奇奇怪怪的台語主題 請大家盡情期待了 好 那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有其他的類型影片也歡迎看看 每天也有用Facebook也請有人用中日文分享 跟這個頻道完全不一樣的資訊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你要掰掰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這裡給你這裡 我今天要偷回我的公道 哈哈哈哈 因為你要擺一下啊 很尷尬 為什麼要秀這個台詞 喊欸 就是這個 就是講解耶 就是好笑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好笑的 好笑的 好笑的